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那个会针对每一条问题详细的解答 先来看看买车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来自于Dylan 25万左右想买性价比高的SUV 探戒者ROS怎么样 有什么好的推荐 他问这个探戒者ROS正好是问到我最口 小小我想问一下 就你对这种造型你怎么看的 其实 太 不是你喜欢的 我知道一定不是你的喜欢的类型 为什么好像我的确没看过女车主 对啊 但是这台车可厉害了 可带劲了 就是他的那种加速的感觉 那种推背感 那种由一踩下去 你真的以为自己开的是一台GTA 而且7秒多加速成绩 在这个级别里面 除了这个有可能 那个那个只有增多的那个有可能跑到他这个速度 不然呢 其他都都跑不到 而且他用的是这个AT啊 9AT你要加速的时候 会有人那种kick down 然后一降连降击挡 推你出去的感觉 所以呢 我认为他的这个价值感是同价位的SUV 最强的 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他的原因 你知道缺人在哪吗 好像看论坛人家说起步有点肉 那是买了1.5T的 但是呢 他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自动起停不能关闭的问题 这个是很多人吐槽的一点 那个会有点 那当然也开的这么爽 那当然说油耗呢 也会比较高一些 因为他没有一些什么Eco啊什么的 没有Spot 他永远都是像Spot 没有完美的车了 我觉得 所以如果喜欢开车 又想要一台HV的话 我非常推荐坛权的 下一个问题 来自于 情喵喵 裸车家选装超过130万 要叫额外10%的超豪水 911的话 收到限制比较大 这个价格范围有什么其他推荐 涉及到一个 我们所不能触及的一个领域了 暂时 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那些中国的豪车 只要价格超了130万 就要叫这个豪车水了 那911呢 在优惠完了以后 可能刚好能下探到这个区间往下 如果你选配一些东西 可能你就比较麻烦了 那如果让你的话 你会选装还是不选装呢 选装之后 确实交10%是非常非常多 你分分钟就已经交多一台高尔夫 出来了 高尔夫人家不需要 可能一个表就他来说更有用 你可以跟朋友说去年我买了个表 对吧 那我可能会就是 什么 选一个不需要交豪车税的车型 我觉得这会划算一点的其实 确实交10%的好处 所以真的是太贵了 你分分钟多几十万去花不好吗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选一个 不需要踩到这个领域的 M3 M4 就是你买一些没那么多选装的车 对吧 因为911 也不是911 我直接选装大家都知道 出了名了 你选下来分分钟就贵了 没有头了 多了一台S 然后你S选下来分分钟多台GTS GTS选下来分分钟多台Turbo 然后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 直接买的Turbo S 啥都不用想对吧 这个不切实际 我们是一个实际的媒体 对对所以如果在这个价位 你会买哪台车 M3 M4 那些你知道现在M3 多少钱吗 70多 60多都有了现在 对啊落地 就是60尾吧 大概是能去到这个墙 所以呢 完全就不是一个价位了 M4 M4也完全不是这个价位 人家手动挡落地也才70多 之前啊现在不一定有了 那你说啦 你选什么 其实我之前想了很久 我应该会买一台二手的SLS 真实的 光是那个欧易门前置后去的布局 像坐在后排一样的开车 6.2的窒息 这种全部绝种的东西就是我的最爱 这是我的建议啦 如果买新车的话 我觉得其实921还是一个不错的车 但是就不要纠结于那个 我建议呢买921的话 可以考虑买一个Carrera S 因为首先一 你本来已经是到了那个 要叫好车睡的部分了嘛 那你卷不卷配无所谓 对吧 那我觉得这样你可能会心疼小一点 就这么来订了啊 到时候给反馈阿买了之后 好 下一个问题 来自于张宫 纠结CLA45和M2 对CLA45我有AMG情怀 四驱媳妇开着也安全先 价格也便宜 而M2优惠不错 直列六缸3.0T大后驱 还是宝马M55 但担心媳妇开会出问题 求分析 那首先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两台车什么价格 CLA我记得是40多 现在应该要对4 就他们两个的价格是基本上完全重叠的 就M2呢本来是50出头 但现在因为经过降完税以后 然后现在M2是能做到50万一里的 非常的划算 CLA45呢我原来也觉得就是贵了一点点 但有人就喜欢戴屁股 就是不喜欢A45 因为A45现在40万不到 都很便宜一些这些车 当然我说是相当的 因为我们很有钱 照样是目前还是买不起 特别是他 那但是我自己会认为呢 这台车因为你有在开 你媳妇也在开 其实你是想在玩 媳妇想带步 如果从这两方面来说 其实我认为M2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因为它的舒适性啊 它的那种平顺的感觉 其实要高于这个CLA 为什么有这个表现 它是真正的N55发动机啊 真正的N55有什么 真正的N55 不是Npower发动机 真正的这个 它不是真正的Npower 不是真正的Npower 它不是啊 它是普通的发动机 用了一些锻造的技术 放到了一个Npower的 这种调教的底盘上面 发动机是Npower调教 但它不是Npower发动机 它是一台宝马 你可以理解它们340的发动机 再强一点 你们这系统通的很够 但是这个CLA啊 虽然呢是2.0T 但它确实真正的Npower发动机 我认为这两个系统 其实CLA要比Npower更激进 其实大家都说这个很怕打滑 这个后驱很容易出问题 真的不会 首先一人要有这个 宝马应该叫DSD防滑系统的 宝马的防滑系统 你只要全开根本不可能滑起来 对吧 你要玩的时候还可以多一个飘移 就是我认为Npower呢 只要你没有四门的刚需的话 好玩比CLA好玩 然后这个如果是这个代步的话 也比CLA要舒服 好看我觉得也比CLA好看 个人 对 我帮你媳妇出点意见 接下来我们看看用车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来自于青山 高速爆胎所以换胎了 现在前轮左右的轮胎不一样 有问题吗 那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肯定有问题 因为我们上一期已经讲过说 防爆胎它的那个支撑是会更硬一点 对吧 然后你非防爆胎 两个一左一右不一样 然后它开起来整个路感一定非常奇怪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但是是废的 就是真的 跟这个问题都没有关系 人家问的是左右不一样 是不是防爆胎左右不一样都不行 为什么呢 就懂了吧 不同轮胎它有不同的摩擦力 对吧 那一个不同花纹它有不同的这个特性 一边排水不一样 另外一边好一点 你看经过一坑水 一个滑了一个不滑 你说出不出问题 那就转了 对吧 然后你刹车一个摩擦力大 就转了 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换开一定要左右一样 你可以前后不一样 前后不一样呢 顶多是影响这个车辆的特性 可能变得没那么好开 但是左右不一样 是有非常巨大的安全运环 千万不要 赶紧换回一样的 下一个问题 来自于靠范成为 朋友手动挡的昂克赛拉下雨过水坑 当时没事 但停一个小时之后就挂不进挡 后来停一个晚上之后就好了 CS店的人打开引擎盖 不知道进行了什么样的操作 一下就好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 你要说什么 电子故障 为什么呢 就进水了 他要保护他嘛 对吧 就防止 没有人保护一下 你想太多了 他就是傻掉了 就很多时候我们接车 下大雨 就不要说进水坑了 下大雨 然后浇湿的话 你发动机舱用这个水清洗完了以后 会亮一些故障灯 其实呢 他是有一种短路在那 然后他有可能是保护 但很多时候呢 是他就失灵了 但是你晾干了 或者发现太阳底下几天他又没事了 这是我们这些街头呢 蜜蜂做的不是那么好 然后所以呢 他这个水就进去了 如果你的车呢 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情况呢 就不用再担心 因为可能是一个特殊你被淹过 但如果你说每逢这个下雨 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我建议大家还是检查一下 当然了 因为你的这台是 手动王克赛拉 这个年份不算太久啊 就是有这些问题 我建议 如果再次出现还是检查 但是现在特别老的车呢 你真的休有不适 不休有不适 像我们六系一到这个下雨天 就像这个老人家风势一样 有时候什么 主动转向又失灵啦 然后有时候这个 转向灯又失灵啦 排照灯 对 这个只要是电子的问题啊 的确跟水是有些关系的啊 所以呢 这个为什么我们一些老车 好像如果经常停市的停车场的话 车况呢 其实要比一些停市外的要好一些 对 没有风吹日下雨 谁 你不喜欢走他的问题是吧 下一个问题 还是油军 1.4提A3保养的问题 2万公里必须换火花塞吗 必须在4S店换吗 在外面维修厂换 担心影响质保 干式双离合适合长期开吗 其实呢这个保养 是不是一定要2万公里 1号火花塞 这主要是看工况啊 就如果你经常非常畅顺的开 这个我经常说保养更多的是看 你怎么用这台车啊 就如果你是玩具每天市区堵车的 那我建议还是按照保养手上换 因为他们建议的 特别在中国是这种最苛刻的情况 对 因为你堵车的市场 一线城市这种路况 但是呢这个在不在4S店保养呢 这个非常关键 因为现在呢 有一些车主啊 就是没在4S店保养 虽然国家规定是可以不在4S店保养 但是你要做很多不同的证据 比如你在外面保养的时候 要有发票啊 用什么机油 你要有证据啊 要出货单啊 保证你这个店是靠谱的 他有这个资质 然后这个产品要是认证的 然后你还要这个 你这个证明 就是要三样东西都齐备了以后 你才有可能索赔 不然出了问题 他是不会给你索赔的 他就说你自己在外面修的时候弄坏了 对 那的确现在我们去外面保养的时候 你去找到有这些全部都齐的店 他不一定比4S便宜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在这个保修期内 还是去4S 就当然你可能觉得垄断 可能觉得被坑 但是这是对你自己的保养 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大环境下 这样做的是最明智的做法 明白 至于这个甘氏双雷和呢 其实现在的这一代呢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代的A3 应该是现在NQB的A3吧 这个已经比以前的好很多 虽然型号呢 都是这个DQ200 但是他程序调过了以后 没有以前那种乱换党的情况 在市区里呢 没那么容易出现这种过热 或者是故障 所以呢现在的 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呢 这都是雪的教训 以前的这种车主已经都 来过它了 对吧 现在你不用再来它了 对 前人乘在书后人乘量 改装的问题 第七个问题来自于小龙 Scopfield 小龙Scopfield Fido如何简单改装能变得更舒服呢 原厂太硬了 手头也不是很宽裕 尽量详细 谢谢 Fido 你觉得原来有什么最不好的地方说一下 底盘会比较松散一些 典型的Fido车主 还有呢 对然后这个 过弯没什么太多的信心 对所以就是在你改它之前 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愿意把它当作一台家用车开 马力不错的这样的车 对 那我们要改什么呢 我们应该要改整套这个避震套装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弹簧影响的是它的这个软硬程度 那个阻尼呢 这个重新呢 影响的是它的回弹速度 所以要改就要整套改 它会比较协调一点 的确是 就很多人说啊 这个会漏油啊什么 这是不一定的 但是我们整套的这种避震套装呢 它的这个匹配度呢 是相对来就好一些的 那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换脚牙呢 因为调不好的脚牙 那烤的更麻烦 你自己毕竟没有车过 你不舒服了 你或者是这个匹配的不好 你不能自己回去调 所以我认为呢 找现成 只要你的车没大改啊 现成的这个避震呢 是最好的这种套装 而且呢 也是因为它原来那个调校的实在是太软了啊 所以呢 其实多余的晃度让你并不舒服 反而是用紧致一点的感觉 你会发现哎 飞都变了一台车 那还可以烤一下 换一个这个清亮号的轮火啊 它可以减少这个黄沙滋量啊 减少这个多余的弹跳啊 然后还可以换一个这个 就是底盘的和这个副车架中间那种寸泡 然后它可以填地这个缝隙 你会觉得这个车更整啊 那改了这三个东西呢 我觉得飞度呢 就变成另外一台车了 我建议你可以先试一下 回头帮我处理一下 那个下一个问题 来自于居住跟年 时代思域 好的靠谱的包围尾翼等配件 除了淘宝外 还有什么途径可以买到 原车刹车太软 原动力有必要改卡钱吗 还是只改刹车盘和刹车皮 有什么好推荐 记住呢 就是说这个改装件不靠谱 其实目前呢 大部分的名牌的改装件呢 还都是靠谱的 就你比较难买的假货 买二种的稍微猫咪多一点点 但是呢 你在网上淘来一个改装件 它需要去改装件安装 如果呢 你不在改装件买这个配件的话 其实它收你很贵的 你是普通的维修店 它们真的装不好 就装出来的东西 还不如不改 装出来以后歪了你的车走的是 对吧 然后有时候把这个 本来桶和黄石分离的这个套装 它直接就把这个弹簧塞到桶线旁边去 这是很多空间的案例 所以呢 改装一定要找专业的人 所以我自己建议呢 如果大家买这个改装件的话 是如果改装店有代理的话 最好去改装店 因为呢一般 你虽然看这个价格稍微的高一点点 但是它是喊公尺费的 而且就算不喊 你在它那里安装 它也会负责 它保修也会给你保修 所以这是我认为 改装就是最方便的一个做法 所以它所需要做的就是 找一个自己 就是觉得比较喜欢的 比较靠谷的大牌子 然后就去找 店 或者你找一个 改这个车型特别多的店 然后因为车友都有伸口相传嘛 那你可以在那里找到 就主流的改装品牌 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而且他们经验也会丰富一点 对 那另外呢这个思域 觉得刹车原装不够 是正常的 的确 它的这个刹车距离不太好 但是首先一 是跟它轮胎有很大关系 因为它原来用的是 这个优过哈马的db 你知道这个86 本来就是用的这一套胎 它就是给你飘的 所以抓的一个很糟糕的 这套胎 所以呢你思域 你可以先改个轮胎 试一下 你会觉得这个刹车距离 会变短 那脚感呢 我建议也是可以先换个刹车皮 不需要换这个卡钱 那我自己推荐的像这个 Handless的MX72 我认为这个就是不错的 这个绝对不是你懂的东西了 日系车我会喜欢用这个就是日系的品牌吧 那Handless呢 相对来说 各方面相当全呢 但价格的比较高 要不呢你换一个这个dixel的皮 也是ok的哈 就这两个是我推荐的 第十个问题 来自于一张 也是一个完全听不懂的问题 有朋友把16款A6L50TFSI刷了三接加全段AK 轮上500匹扭矩700牛米 0到100加速时间只要5秒内 很想入6缸机 然后改装低调又爆炸 除了A6L45和50TFSI 例如540LI E320等6缸的车能这样改吗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A6刷了这个程序以后超级屌变成一台性能车 我想问就是你觉得这种C级车改性能有没有意义呢 我觉得还蛮冲突的 就是你买一个A6L 应该它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商务高级 然后坐起来也舒服 后排还有很多按键 对但是你把它改成一个那么劲爆的车 我觉得我很担忧坐在里面会是怎么样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喜欢A6的原因 因为它那种感觉样子和它内内在是完全不一样 它是目前这个级别里面 当然XF也是XFL 但是它是另外一台使用这个机械增压的车型 那种动力的那种爆发感和那个夸丑的配合 你就随便给由300多匹原厂啊 一写完以后它是去到差不多500匹 对轮上500就是真的是随便给 它那个四驱给你的信心就是超级强 这个就是这种重置拓森的夸丑啊 这种新的奥迪给不了你 但是它当然不会说极限很高 因为这个车毕竟重嘛 但是它的那种驾驶感觉我认为是很好的做的 而且呢这台车的确正在他所说的潜力会比较大 那现在新的这个奔驰和毛马呢 我觉得一个这个原厂状态下呢 要上500匹其实并不容易 而且呢它的那种顺畅感是没有你激增那么强的 因为激增呢 你去改改强了以后 其实它还是更像一个大排量自然吸气 那涡轮你把这个马力达到很大的话 它的涡轮延迟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 就原厂可能你觉得很顺 但是变了这个大增压值以后呢 可能接受不了了 它反而就跟原厂的感觉会有些不一样 激增你只需要担心的就是它会不会爆肛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这个就是刷了三届啊 就可能这个腹内是有一些改造了 如果你腹内没改造的话 我认为500匹可能稍微有些危险 就是激增你需要考虑就是会不会爆肛的问题 其他都还好 嗯 好了我们本周的问题就到这里结束了 怎么样 你们学了很多东西 我发现凯妆的部分也是一眼无比 努力学吧 以后我自己就可以主持这个节目了 如果大家呢 还是想每天听到语音的话 记得去我的微博 急速拍档中-JPR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每天听一下嘛 然后我们每周呢 再给大家带来这个详细的问答视频 好就这样子吧 拜拜 可以赞助一下小乔改飞度哦 好 足语有云飞度不去改 不如推下海 对你的飞度就是这种状态 扫码跟祝极速拍档 每一期都有很多礼物送哦